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警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整个人脑子是空的 我甚至没时间质问路言 开着车一路闯红灯 不要命似的就往医院赶 我急促地推开病房的门 当我看到奶奶躺在病床上气弱油丝的时候 我整个人的世界崩塌了 我在旁边一声一声地呼喊着奶奶 她终于睁开了眼 用尽全身力气对我说 小玲啊 给妍妍的五金 放在床的床头柜里 奶奶 看不到你们了 要 好好的 不要欺负人家 妍妍 好好的 好好的 奶奶尽力睁着眼 不满皱纹的手拍着我的手背 奶奶对着我勉强地笑了一下 终于缓缓闭上了眼 拉着我的手松开了 奶奶 我哭得撕心裂肺 我怎么敢想象 抚养我长大的奶奶 却在我挣到钱的时候离开了我 我甚至还没有时间好好孝敬她呀 怎么就走了呀 奶奶被医生推进了抢救室 可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抢救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 除非奇迹的发生 而我在抢救室外 无力地摊坐在在地上 我不明白 为什么奶奶会在乡间小路上被车撞到 不应该是陆岩送她去医院的吗 奶奶怎么会一个人在外面 我给陆岩打了好多个电话 回应我的却只有不断的机械女声 我捂着头低吼出声 脑海里奶奶把我从小带到大的画面 像回马灯一样走过 一闭上眼 就是奶奶慈祥的脸 终于在我打了数不清 第二十几个电话之后 电话接通了 我没有质问她 我怕她有什么真的急事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不那么生硬地问她 为什么没有送奶奶去医 我话还没说完 就被她不耐烦的声音打断 你烦不烦啊 不就让那个老太婆自己走去医院吗 她还能死在路上吗 嗯 盐盐 那边传来细微的男生闷哼声 都是成年人了 怎么可能听不出这声音是为什么 她挂了电话 嘟的一声刺痛了我的心 我重重地一拳垂到了墙上 五个指关节渗出了鲜血 外面下着瓢泼大雨 我的眼泪伴着雨水一起滑落 我跪在大雨里 无助地怒吼 好像感觉不到痛觉一样的 一拳一拳地用力垂着地面 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为什么 医生从墙就是出来 抱歉地对我说了一句 节哀顺变 警察从外面赶来 抱歉地对我说那条小路监控不太清楚 需要一点事情调查凶手 医生和警察的话在我脑海里不断重复 可我脑海里只剩下一句话 我唯一的亲人没了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 在阳台抽了一根接一根的烟 一直到凌晨一点 两点 她都没有回来 直到凌晨三点 她终于回了家 你到底为什么 没有送奶奶去医院 我坐在沙发上 仍然抱有一丝幻想地看着她 她把包往地上一砸 江燕喝酒了 我送她回家 我就让奶奶自己走去医院了呗 她又不是没去过 肯定认识路 你问够了没有 真烦死了 回家就没了个清静 然后她转头就出了门 这家我就不该回 门被重重地合上 发出砰的一声 或许是意识到 她对我的态度有点差 她给我发了个消息 她说这几天公司要出差 让我不要打扰她工作 还让我给她转5W 说是公司得后期再报出差补助 我没有给她 可是隔天我就收到银行 给我发来的消息 我的银行卡支付2W 我想都没想 直接把卡停了 我去托关系 查了路沿的订票记录 是飞往北平的 她还付了一个人的机票 是江燕 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 我发小给我的朋友圈截图 不是啊 哥妈 你离婚了 啥时候的事 你咋不和我说 林阳一直很大大咧咧 说话也很大条 不过和陆岩在一起以后 陆岩不让我和其他人玩 她说怕我被他们带坏 我看到那条朋友圈 是江燕发的 兜兜转转 还是故人 配图是她和陆岩的牵手照 还有机票截图 陆岩的手上 还带着我给她买的钻戒 我记得很清楚 这是我当年攒到的第一个 史达伯六 全部给她买了这戒指 我攥着手机的手青筋抱起 我好像是一个笑话 为了男人的尊严 我想说 这不是我妻子陆岩 而是一个同名同姓的人 可那句兜兜转转 还是故人谁猜不出来呢 可我又怎么有脸打出 我被绿了 这种话呢 最终思索了很久 我终于打出了那几个姿势啊 离婚了 我关掉了手机 把手机砸在了一边 我独自一个人 办完了奶奶的葬礼 连下了好几天的雨 在那一天下起了雪 小玲啊 以后要当个有出息的海躁 但是也要开开心心的 身体最重要 小玲啊 男孩子要顶天立地 当个男子汉 小玲啊 爷爷那么漂亮的姑娘 来咱家真是亏待她了 你以后可不能对她不好啊 小玲啊 奶奶脑子不清楚了 以后有啥 我都记在日记本里 你隔三差五记得看一下 奶奶怕忘了写 记忆里的奶奶 带着老花镜 认真地和我嘱咐着 可此刻 我只能隔着玻璃 看到那个安安静静 躺在那里的 再也不会和我讲道理的奶奶 记忆和现实重合 我已经再也没有奶奶了 奶奶生动的形象 如今却变成了黑白色 高高挂在灵堂之上 在奶奶被工作人员 推进火炉的那一刻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心脏被一双大手 紧紧攥住的感觉 我喘不过气 我也追不上 只能看着奶奶 渐行渐远 我撑着一把黑伞 接到了那一个 小小的骨灰盒 好轻 好轻 我想了很久 最终还是给路言 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被接通了 我的嗓音 有些四牙奶奶去世了 你他妈有病吧 拿这种谎来骗我回来 我知道你在试探我 我现在在工作 真的走不开 你又不幼稚啊 编这种谎 还咒你奶奶 真是一个大孝孙啊你 我沉默了 明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却依然抱着曾经的幻想 以前路言对奶奶很好 很照顾 我之前一只手感激她的 奶奶也对她很好 我对路言也是加倍的好 她的家庭是个重男轻女的环境 所以她的爷爷奶奶 从小就不喜欢她 还想把她溺死 所以她说 遇到我奶奶 才感受到来自长辈的宠爱 她要给奶奶养天年 可这一切 从江燕回来就开始变了 我不是第一次感受 天人两隔的情绪 父母葬礼上 甚至没有尸骸 只有两张遗照 年幼的我躲在奶奶怀里哭 奶奶告诉我 爸妈是去天上 帮我赚钱盖房子去了 可此刻 我的身边空无一人 那个安慰我的奶奶 也离开了 我抱着奶奶的骨灰盒 迈着沉重的步伐 走出了殡仪馆 那一刻 我已经不知道 心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 我像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老天好像很爱和我开玩笑 我紧紧地护着 怀里的骨灰盒 下雪了 奶奶沾到会冷的 这个小老太太 最怕冷了 而那一刻 我也终于看清了 我自己的心 我已经不爱鹿岩了 我在家里昏天暗地地 消沉了几天几夜 酒瓶子堆了遍地 期间 鹿岩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 发了无数个消息 他质问我 为什么把他的银行卡停了 他发了几十条语音 比结婚这些年发的都多 后天早上九点 某某咖啡厅见 我打完这几个字后 将他拉黑了 我九点准时到了咖啡厅 可他却姗姗来迟 总是这样 他认为我等他是理所当然 离婚吧 离婚协议书被我重重地 拍在了面前的桌子上 桌子上的咖啡杯颤了几下 看着面前鹿岩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 此刻我的心已经痛苦到麻木 鹿岩先是恶然 然后一副什么都知道的表情 都说了 那天江燕喝酒了 他在这里无亲无故的 如果出点事情怎么办 你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啊 行行行 以后我负责送那个老太婆去医院行吧 鹿岩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对我大吼 或许曾经看到鹿岩那么生气 我会和他第一时间道歉认错 然后带他去购物 去消费 可这次我只是冷冷地抬眼看着他 好了 我没空和你玩这种小孩子吃醋的游戏 江燕在护士租不到房子 奶奶住的那套太大了 他一个人住腿脚多不方便啊 你不是还有一套小房子吗 让奶奶搬到那里去 那套大的让江燕住 鹿岩把离婚协议书甩到了一边 下命令似的和我开口 搬家我也不麻烦你 我已经找搬家公司了 趁着奶奶在医院 她的东西我已经搬去小房子了 她的手机响了 她看了一眼 来电显示 慌忙遮住手机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这件事情 我只是来通知你一下 我姐妹约我去看电影 先走了 那一刻我终于忍不住心里的怒意 把咖啡杯狠狠地摔在了她脚边 她生气地转过头想质问我 我一巴掌狠狠扇到了鹿岩脸上 你他妈凭什么动奶奶的东西 我也不管鹿岩什么反应 任凭她在背后大声地叫骂 一路踩着油门到了奶奶的房子 果然大门敞开 不停地有人在往里搬着东西 而奶奶的东西和垃圾一样被堆在了一边 奶奶的日记本被他们扔在一旁的垃圾箱里 都他妈别搬了 此刻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大声制止他们的行为 我从肮脏的垃圾桶里 小心翼翼地捡起了奶奶的日记本 所有搬家的工人都猛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鹿岩的高跟鞋声哒哒地跑了过来 搬 继续搬 鹿岩的脸颊边上还留着巴掌的红印子 搬家的工人们面面相去 这是我的房子 给奶奶住的 你凭什么随意让他们搬啊 我双眼星红瞪面前的女人 我只是让奶奶换个地方住 有什么问题吗 奶奶只是换个地方住而已 可江燕无处可去啊 她双手插腰 似乎把一切让给江燕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她却忘了 奶奶把她当作亲孙女 什么好的都先紧着她来 她笃定我会惯着她 不敢忤逆她的想法 那一刻我想笑 眼前泼妇一样的路言 居然是我爱了七年的人 我追了她很多年 我想总有一天她会看到我 我的家庭曾经还算是小康 父母出国谈生意 结果遇风暴后 航班失事了 后来就是我奶奶一个人 把我拉着长大 供我读书 所以也不算富裕 我承认我是一个 非常恋爱脑的人 我放弃了985 选择了和她一起 去了一个二本 当时奶奶以为我是高考失利了 安慰了我好久 现在我想想自己真不是人 那个年代的女孩 总是喜欢脾里脾气的男孩 而她的初恋江燕 就是那种蛊惑仔 大学毕业江燕甩下她出国了 陆岩和我在一起了 那一刻 我以为老天爷终于兼顾到了我 为了给她优越的生活 我拼了命的谈生意 可我只是一个二本的毕业生 想要晋升 我需要付出更多更多的努力 喝到胃穿孔 不停地吐血 却依然擦干净血字 去给领导敬酒 熬夜写策划案 到昏厥被同事送进医院 可哪怕在病床上我都要带着电脑 身体各项机能差到了极点 可是 我看到上涨的工资 我没有一点怨气 我甚至在想 我是不是还不够努力 挣的还不够多 为此 我离开公司独自创业 也曾经穷到啃馒头 我把剩下的钱 全部交给陆岩 我不希望她有落差感 我把钱给她 让她维持着曾经的生活 后来在我啃了数不清的 大白馒头后 我的公司终于有了些起色 而我也终于成了一个小老板 陆岩至此之后 也越来越依赖我 关心我 我们的相处越来越和谐 就当我以为日子就这样过下去的时候 陆岩的初恋回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下着大雨 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她在接到一个电话之后 撇下我直接离开了 甚至连一个解释都没有 我独自吃完了那顿饭 我没有去追问她 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让她为难 她一直到半夜才回来 身上带着男士的香水味 却依然亲密地攀附在我身上 我安慰自己 她应该只是去见固有 或许也正是因为我一直的退让 才造成了奶奶的去世 奶奶在两年前 得了艾尔兹海默症 也就是老年痴呆 她的记忆时而混乱 时而正常 前天奶奶临时发病 而我刚巧接到合作商的会议 刚巧陆岩没事 我就让陆岩带奶奶去医院 如今想来 我真想狠狠扇自己两巴掌 看着面前趾高气昂的陆岩 我深吸了一口气 开口 我再说一遍 这是我留给奶奶的房子 让他们把东西还回来 还有把江燕的东西 给我哪来的送哪去 陆岩似乎也没想到 今天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忤逆她 有些发弄 杨玲 如果你是因为我没有送奶奶去医院 我向你道歉 但是江燕 我他妈管江燕怎么样呢 她就算死在外面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打断了她的话 我当初为什么会眼瞎 看上这样的女人啊 不是 杨玲 你这两天吃错药了吧 先是停了我的卡 然后又说要离婚 还打我一巴掌 还不让江燕搬进来 你什么意思啊 这日子不想好好过了是吗 就为了你奶奶 你至于麻你 陆岩依然在那边咄咄逼人 我强忍住一拳打上去的冲动 狠狠地推了陆岩一把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房子谁也别想动 还有 如果你受不了我 你就把离婚协议书给我签了 我又找人把江燕的东西 全部丢了出去 把奶奶的东西物归原处 全程江燕没出面 一直在背后当缩头乌龟 我找到了那个 藏在床头柜里的那一套五金 每一个都很好看 奶奶一定挑了很认真 当年和陆岩在一起的时候 是送了三斤的 但是因为那会儿 家里条件有限 奶奶一直念叨着 不能委屈了孙媳妇 把养老金都攒着 买了这套五金 陆岩 根本配不上奶奶的好意 我以为如此强势的陆岩 在我那么逼她之后 一定会和我签离婚写艺术 没想到一天一天过去 她始终没签 我接到了江燕打来的电话 杨玲 我是江燕 很抱歉 因为让你们的夫妻关系 产生裂缝 我那天喝多了 我在护士没有家人 我只认识颜艳 所以才给她打个电话 你不要介意啊 虽然说的感觉很诚恳 可是她的语气里 充满了得意 而她的电话那头 传来了路眼小声的嘟闹 哎呀 燕哥你不用给她打电话 杨玲就是小心眼 爱钻牛角尖 等她过了这阵就好了 我挂断了电话 无视线殷勤 飞奸即到 这两天我忙着调查 那个逃逸的司机 那个离婚协议书的事情 被搁置在了后面 那个车辆是附近一个居民的 那个人确实当天喝了酒 但是她说她喝多了 也确实迷迷糊糊想开车 结果被她老B巴掌打下来了 然后她也不记得车钥匙 把没拔 就进屋里睡觉去了 然后第二天起来 车消失了 他们家里装了监控 确实能看到 那个男人当时在家 那辆车后来 是在一个村子里发现的 那一带没有监控 只能从沿路的监控里 去找线索 可惜 这如同大海捞针一样 太难了 警察让我伤安勿躁 可我又怎么能做到啊 我在家里看着奶奶的黑白一照 我恨不得把凶手大卸八块 终于案情的进展有一点线索 警察告诉我 已经摸牌了几个犯罪嫌疑人 结果可能很快就出来了 我这次不打算等了 我决定主动出击 那个被偷车的人家 住的是城中村 因为租房房价低廉 很多外来人员 选择在这里租房 人员比较混乱 因此很多人家门口装了监控 我刚停车 就看到一个中年人边 小心翼翼的打电话边 四处张望 我感觉有点奇怪 就躲在墙后听着 我告诉你啊 最少五十万 没得商量 你这个可是命案啊 你把人撞死了 我这个监控 可是拍得清清楚楚 拿五十万换你不坐牢 很划算吧 再说了 上次警察来的时候 我看在你在我这里 租过房子的份上 我已经说监控坏了 你可别逼我亲自 把这些交过去 那个中年人声音压得很低 可我却能清晰地 听到每一个字 我没想到奶奶的死 居然被他们当作金钱交换的资本 而这个中年人电话对面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驾车讨逸的人 我决定托林阳 也就是那天给我发截图的高中同学 帮我调查一下这个事情 他手边有点这种关系 而且我相信他这个人 我刚给林阳打完电话 他说事情包在他身上 电话刚挂 陆岩的电话又来了 杨林快点快转我五十万 急用 陆岩语气格外地着急 我脑海里的闲一下子就绷紧了 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 实在是太奇怪了 但我现在得先观察一下 毕竟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 你要五十万干什么 我开门见山地问道 他在那边支支吾吾了半天 最终还是没说来个所以然 行五十万我可以借你 前提是我们离婚 我抓住机会赶紧开口 他愣住了 玄机一口答应了下来 好离婚就离婚 你给我一点时间筹钱 下周五名证据见 我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在下周五之前 我一定要把所有证据都收集起来 林阳那边很给力 那个房东租给过谁房子 包括那些人的基本资料 都给我找到了 其中我看到了一个熟人 姜燕 这下所有的事情都串在了一起 林阳那边黑了那个房东的监控画面 所有的视频资料 现在都在我手里 通过监控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姜燕喝醉了 跌跌撞撞地走从门口走了出去 然后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他上了车 虽然很模糊 但是和别的监控画面可以串在一起 我攥紧了拳头 畜生啊真的是畜生啊 到了约定的时间 我如约地来到了民政局前 陆岩今天也格外地准时 我们刚签完离婚协议书五十万呢 陆岩开口就问 不着急 我想和姜燕说几句话 我知道你俩的关系 我愿意祝福你们 我很诚恳地回答 行 你说的 只要姜燕和你说话 你就把钱转给我呀 陆岩拿出手机 开始给姜燕打电话 没过多久 姜燕戴着黑口罩黑帽子出现了 就在他出现了一刹那 便衣警察把他直接按倒 你们干什么呀 放开他 放开他 陆岩当时眼睛就瞪圆了 着急地冲了过去 贱女人 你是不是出卖我了 你他妈别在这演戏了 姜燕朝着陆岩大声喊道 不是的 我没有 杨玲 你快 让他们放开姜燕 她只是不小心撞伤了别人 只要付五十万要费就好了 你快给钱呢 陆岩拉着我的手着急地恳求 我一巴掌扇到了她的脸上 一把钻住她的衣领 陆岩 你还是不是人啊 奶奶对你那么好 你居然还在这里 包庇杀人凶手 她猛了 什么奶奶 和奶奶有什么关系 什么杀人凶手 我把她推到一边 她又冲了过来 杨玲你搞错了 奶奶不是在医院 做定期治疗吗 姜燕她只是不小心 撞伤了别人 她怎么会撞到奶奶呢 你一定是误会了 警察走了过来 请问是死者家属吗 请配合我们一起 去做调查 我点了点头 什么死者家属 你为什么点头 陆岩的脸色有些发白 她应该隐隐猜到 发生了什么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怎么会呢 世界上怎么会有 那么巧的事情呢 一定是你骗我的 你吃醋我和姜燕 故意骗我的 陆岩爹坐在了地上 不停地呢喃道 奶奶 奶奶 她发疯似地冲到了医院 她问医生 问护士 她问他们 奶奶在哪里 当她被告知奶奶 因为被车撞后 陶姨错过了 最佳抢救时间 已经去世的时候 她整个人 开始因为情绪失控 开始哆嗦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不会的 不会的 都在骗我 都在骗我 哈哈 奶奶 奶奶露言 又去了那天 放奶奶下来的小路 因为下雨血迹 已经被冲刷得 七七八八了 可是依然能 在旁边的土壤里 看到渗进去的 深红色血液 她跪在路边 嚎啕大哭 另一边 经过各项比对 确定了江燕 就是肇事者 我想到之前 陆岩有提过 那天江燕在喝酒 果然在附近 一家饭店的监控里 找到了她 并且看到 她喝了酒 然后出了门 一条时间线穿下来 江燕定下了 酒驾肇事 致人死亡后 逃逸的罪名 她不停地解释 但是都没有 实打实的证据 有说服力 陆岩跌跌撞撞地 来到警局抱住我 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我默默地推开了她 她不停地 对我说着对不起 陆岩 你知道吗 奶奶临走之前 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什么吗 一提到奶奶 我就有些哽咽 她茫然地抬头看着我 在临走之前 奶奶用最后一口气告诉我 给你新买的五金 放在哪里 她觉得 之前给你买的客重太小了 攒了很久的钱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气不成声 对不起 江燕她说 她是为了我才出国打拼 想挣到更多钱 回来娶我 她说她一直没娶 就是为了回来娶我 她没联系我是因为 她希望给我一个惊喜 她以为我也会等着她 没想到我和你在一起了 我觉得很对不住她 那天她说 她喝多了 要开车来找我 我担心出事 我就把奶奶放下了 我也不是故意的 可我 真的对不起江燕啊 她等了我那么久 她在国外辛苦了那么多年 结果她钱被骗了 所以在落魄的回国 才会借酒消愁 这一切都怪我呀 此时此刻 我不知道该可怜她 还是觉得她可笑 这么拙劣的谎言 都能相信 我一直觉得 陆岩是一个挺聪明的女人 我怎么也没想通 在江燕的事情上 她怎么永远像智障 她居然还替江燕辩解 真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我把一打资料 丢在了她身上 这些是林阳收集到的 这些年和江燕有往来的聊天记录 江燕她在大学毕业那一年 认识了一个女生 家里是在国外在电信诈骗的 她俩瞒着陆岩谈恋爱之后 那个女生说 家里在国外有赚钱的门路 江燕也很清楚 这赚的是什么钱 所以依然决然决定要和那个女生去国外一起发展 她们在国外甚至领了结婚证 有了一个孩子 在这期间赚了不少钱 但是国内有段时间严打电诈 连同那个国家政府一起剿灭了不少电诈集团 而那个女生家里就被查了 江燕想都没想 连夜逃到了国内 连酒店都没敢住 就找这种城中村租房子 她被查到 逃到国内之后 她只能去找陆岩 她的无脑死忠粉 然后编了一段 假话让陆岩义无反顾地帮助她 陆岩看到这些材料 手都在发抖 她嘶吼着要闯进去 找江燕问个明白 江燕坐在栅栏里 看到陆岩的时候 眼睛都亮了 燕燕 你快想想办法呀 我是被冤枉的 你看到我等了你这些年的份上 快就我出去呀 紧接着江燕压低了声音 这样吧 你就说开车的是你 你替我顶下罪 我出去之后 我托人把你弄出来 我有关系的你放心吧 陆岩不敢置信 自己一直放在心肩上的人 居然想让她去顶罪 江燕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 陆岩的眼泪 顺着脸颊不断地往下流 江燕正住了 张了张嘴 却还是沉默了 陆岩看见她的表情 心中了然 转身就走了出去 后来 江燕被判了无期徒刑 因为参与电炸和醉酒造势后逃逸 我专心投入了自己的公司经营 这一次 我听奶奶的话 保重自己的身体 属于是佛系经营着自己的公司 但是恰好遇上了风口 在佛系也架不住风往上吹 我的生意一路直上 没过多久 我的公司规模 扩展到了最开始的十倍 我在公司开会 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喧闹 我只好暂且停了会议 下楼的时候 几个保安拦着一个女人 是陆岩 她的头发凌乱 曾经每天都要化妆的女人 如今素面朝天 我要见你们老板 我是你们老板娘 我看了眼她 她没有看到我 我让保安把她扔了出去 陆岩来找过我很多次 可我都闭门不见 她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奶奶的墓碑 我偶尔去扫墓的时候能看到她 后来很少见到她了 听说她出家了 很多年后 我和一个合作商的女儿在一起了 我们在备孕前去了一座 听说灵艳的庙里 我和她在庙里闲逛的时候 一抬头看到了那个熟悉 却又陌生的脸 缘分已尽 我想我会有更好的人生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